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九课的对话部分 第九课的主题是休息 那么我们在第九课将会学习到 询问对方的周末计划 邀请对方一起参加某个活动 询问对方对假期的评价 描述假期的计划 以及如果不想参加的话 应该如何拒绝对方的邀请 那么好 我们就来进入第一课的对话 Сережа, ты куда-нибудь собираешься в выходной? Если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хорошая мы с Мариной поедем за город давай с нами Я бы с товариствием но я не могу буду занят впрочем мы с Гаррией и Максимом в прошл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 уже ездили Ну и так хорошо плавили время 在河岸边洗澡 它的意思是表示欣赏和观赏 特别重要的是 它的搭配是 就是欣赏什么 观赏什么 是第五个 我们来看一下 вы ходят любого цвета луною выходит любого цвета луною 因为他们皮肤很白 那么欣赏日出 欣赏日出和欣赏日落 我们要用 любоваться чем game любоваться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е еще можно на озеро 还可以去湖边度假 那么在湖边 我们都做什么呢 мы можем кататься на лодке 可以 划船 еще можно в лес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两个 第一个 выходит губаться губаться в риге 在河里面吸水 在河里面洗澡玩耍 еще следующее 下面一件事情是 LAВИТРИБУ 是钓鱼 坐在湖边钓鱼 那么接下去 我们来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刚才老师讲过的 ЗАГАРАТЬ 就指的是晒太阳 晒太阳 然后把皮肤晒成这种 很漂亮的古铜色 еще в это гататься на лодке 指的是游船 划船 гататься на лодке 8.0 可以在湖面上划船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活动 这两个图片的活动 都描述的是 LAЗИТИ БАКАРАМ 登山 所以大家以后 在谈到自己度假的时候 有登山的活动 大家就可以 使用这个词组了 LAЗИТИ БАКАРАМ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起 学习一下对话2 Yora у тебя какие планы на каникулы мы с ребятами собираемся на байка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话 这个对话说的是 Yora你有什么样的假期计划呢 我和同学们 想去贝加尔湖 然后呢 在夏季末的时候 我想去农村的 我想去乡下的奶奶那里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 妈妈 妈妈说 这个主意非常好 因为奶奶已经非常想你了 而且呢 在乡下又有森林 又有小河 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还可以在河里面玩爽 以及你还可以晒太阳 那Yora就说 那么我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 告诉她 我要去她那了 那这样的一个对话 大家会看到蓝色的部分非常多 也就是替换的部分非常多 那除了替换部分 我们还要学习一个动词 就是Skuchat Skuchat 它的意思是 表示感到寂寞 想念和怀念 那它的搭配呢 是Agom Atrium 那我们非常熟悉的说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想家 我很想念某一个人 想念某一个朋友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用到 它的搭配 Naprimer Skuchat 想念孩子们 想念祖国 想念 如果是小姐的话 我们就可以是想念家乡 巴鲍 以后 这个是最常用的 也就是我们中文里面 我们大家经常会提到的 想家 这是一个固定的词组 Skuchat 当我在大学读大一的时候 我特别想家 那我们来看这个汉语额的练习 安娜在国外生活了很久 非常想家 安娜 долго живet za granice 也安娜 очень skuchat 巴多么 好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还要再学习一个词 叫做巴迪舍 呼吸一下 呼吸一会儿 那么迪舍这个词呢 它本身是呼吸的意思 加上前缀波 就可以表示一下一会儿 那么呼吸什么 空气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 我们要使用到第五个的形式 Cem Na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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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na bodyshać Svėjim vosduhem Zai北加尔湖 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Vbikini Cast bivai't Sinny smog Lyujem prihodzica Yetzi zagaarat Szobby bodyshać Svėjim vosduhem Zai北京呢 经常雾霾都很严重 那么人们不得不 去郊外 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看一下这个对话的大量的替换部分 我们来看 它主要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分别是计划 去向评价 以及买票 我们来看第一个计划 就是当你如何来询问对方的假期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首先 它表示 打算干什么 后面接不定是 那打算做什么呢 我们看 度过假期 它是 那你假期的时候 你要去哪玩呢 注意啊 这个地方最好使用 关于去向 我们看 都可以去哪里呢 我们又学到一些新的内容 我们去海边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去的 我们去完了以后 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这次旅行呢 我们看 可以有这么多种说法 如果你现在去乡下的时候呢 正好是浓忙的时间 你可以在田野里面 好好的 好好的帮忙 在田野里面工作 这样呢 会对你的身体 也会有好处的 最后呢 我们看 当我们决定了行程的时候 我们在对话里面说 我要去给奶奶打电话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表示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买票 怎么说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这个票 什么地方的票 交通工具 或者是火车票 那下面呢 就大家可以通过这几个图片 来看一下美丽的贝加尔湖 那贝加尔湖呢 是全 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 它这里面的生物的种类 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那我们会看到 在右下角 这个呢 是贝加尔湖的晚上的贝加尔湖 非常的美 我们来看一下 在贝加尔湖的湖畔呢 我们都可以有哪些种休闲的方式 来看第一个 在河里面洗澡 在河里面游泳 他们在划船 以及最后一个 那大家知道贝加尔会盛产各种鱼的 Ani La Vili Rebo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话里面呢 也谈到一个地方叫做索契 那这个图呢 索契大家知道是冬奥会 是俄罗斯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个 日出 那大家还记得 新上日出 怎么说吗 любоваться восходом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继续 第三个对话 Andrey с приездом как отдохну спасибо Жора хорошо а ты когда вернулся я здесь уже третий день куда ты ездил я с группой туристов ездил по Волге на теплоход на теплоход мы любовались прекрасным пейзажем а ты куда ездил Жора я был в Сочи знаешь какая там красивая природа я привез много фотографий хочешь хочешь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онечно что вы у меня 看这个 对话 Andrey 你回来了 все 如何 谢谢 Жора 我休息得很好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 我 回来已经第三天了 你去哪玩了呢 我和旅行团一起乘船游了福尔加河 我们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景色 那么你去哪了 Жора 我去索气了 也就是说 你知道吗 那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我还带回了很多照片 要不要看一看 当然了 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蓝色的替换部分 首先 当别人回来了 我们见他第一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对话里面的是非常合适的 首先如果你明确知道他出去游玩 或者他出差 他旅游等等的这种 你见他 你可以说 就是欢迎回来 或者还可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 也是指欢迎回来 欢迎归来的意思 下面这个很简单了 对吧 这是我们普通的问候语了 那么我们在谈到我们去哪里 去的那些旅游目的地的时候 我们看可以有Lidaunayuk 就是去南方了 而坐飞机去的 Iis of St. Petersburg 去了一趟彼得堡 Ili Builina Mori 或者是去海边了 那大家知道 俄罗斯他的海 能够有海的休息的地方并不多 所以俄罗斯人非常喜欢 在国外有的时候都是去海边 比如说我们的北戴河三亚 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地方 那如果不是中国的话呢 他们特别喜欢去土耳其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我们在游玩的过程中 都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又学一些 Luba Vatsa Luba Valis Yuzhnei Prirode Yuzhnei Prirode 指的是南方的大自然 南方的环境 Vili da Muzei Bargach 这个时候它是文化游 它去的是博物馆 还去了一些公园 Guba Lis Vore Izagarali 它在海里面游泳了 还晒太阳了 我们看对旅游的评价 我们会看到这四句话 全部都是感叹句 都是说啊 这是太美了 Gagietam Chujesnei Visage 那个地方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Gagoyetam Precrasne Klimat 那个地方的气候真是太棒了 ET PRIAM GORAT SAT GORAT SAT 大家看一下这种表示的方式 它把两个名词中间用一个小的基列 一个小破折号来连接起来 表示呢 这两个名词共同 就是前面这个名词 具备后面这个名词的特点 那么前面是GORAT 城市 后面是花园 大家都很 我们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叫花园城市 所以它说啊 这简直就是一个花园城市啊 Vidhiu Mori Kakoya na Anno Krasivaya 我看到大海了 大海真是太美了 那么好 那我们今天的三个对话呢 就已经全部的学习完毕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